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属蛇的在2023年的运势 上半年的运势 我们先讲上半年 你有很多的吉星 包括天以贵人有一马星 然后连着三个月都有财星的加持 光上半年有三个月财星的加持 第一个就是在农历一月的时候 一月的时候是甲饮月 刚好跟你是六合 然后接下来农历的三月跟五月 都落在你的位置 就是财星都落在你的位置 所以属蛇的朋友非常恭喜 跟你五合的属马的 还有一个四月份跟六月份 所以你看看 你今年等于你的贵人非常之旺 第一个属虎的也是你的贵人 属马也是你的贵人 当然自己要当自己的贵人 所以你有很好的运势上半年 那接下来还有一马星 一马星代表什么呢 你要异动 如果你今年想换工作 异动上是可以的 或者增加一些工作的能量 或者增加一些业外的工作都可以的 因为有一马星 那可能也要到海外去哦 那另外的话呢 远方跟海外都算 第一个 你还有凶星哦 凶星因为你的事业工呢 会到属鸡的太岁正宗 所以呢 有好有坏 要特别注意了 你今年的压力会很大哦 在工作上面 因为属鸡的是逢到碎破嘛 那还有个孤层跟非联 孤层代表说你会很 比较孤独一点 那因为到异马嘛 有异马的话就要到海外去的话 会比较孤独一点 那非联的话呢 也代表说你在这个上半年当中呢 要特别注意到一些 比较小的意外之灾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的事业哦 事业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适合呢蓄积能量 那当然你有一些工作压力呢 也会大爆发哦 因为呢你的工作运呢 刚好落在机的位置 所以呢要注意呢 职场的态度哦 跟情绪 你可能经常会跟一些老板啦 或者合作的partner啦 甚至呢有一些人哦 要谈case的时候呢 意见会有一些不合或冲突 那意见不合冲突是难免的哦 所以你自己要小心哦 不要引发战火就好了哦 比如说你可能对他的这种方式啊 不太能够接受啦 不能口同啦 但是呢我觉得你要慢慢的去调长 那个商机才不会增加你的利益跟纠纷哦 因为有很多好的商机是有贵人可以帮忙 或许呢你也可以先用他的方式做做看 很多人认为说啊 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条件 那别人不一定条件比你好没有错 但可能他的方式不一定都错的哦 所以呢另外如果对于别人的指责 他可能对你说啊 哎这个事情我不想这样做哦 或者不满的话呢 也不要一次发火哦 千万要注意不要强出头 因为今年的事业工哦 的的确确哦有冲击到 所以呢你必须在工作事业上面呢哦 啊应该说借重贵人的力量来帮助你会是最好的哦 借重贵人力量来帮助你那用自己的实力哦 用自己的实力呢来稳住你自己的事业的版图哦 还有呢在合作上面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有贵人那又有冲煞对不对 既有贵人又有冲煞代表什么呢 有好有坏哦 所以呢就变成你要勇于挑战哦 有某些不能过关的事情呢 你就必须要想办法哦 加强你的面对哦耐力哦 加强耐力哦 你的不要有恐惧心态哦 不要恐惧 那如果你要征战海外哦 跨界合作的话呢 都要小心的应对哦 以免哦出大猪啊没哦 要特别注意哦 那当然在国外的话呢 也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哦 这些麻烦哦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变化多端嘛 尤其在2023年哦 是八白更运最后一年 所以我还是要好好地来建议你哦 这段时间呢 可以碰到很好的合作伙伴 还有很多的贵人 那自己要靠呢 自己的才华来挹注 你在事业上面的这个成功 而不是呢 就是一直都靠着别人 职场上呢 要有新的改变跟觉醒 很多人就是啊 我以前就这样做成功 那但是现在不一样啦 对 你说那个特事啦 奇怪人家不是都说会做得很好吗 结果他做不好啦 你看到没有 就是有这种情况 你要特别小心 在能量正向的能量上面 加强一下 都是要特别小心的 你可能会碰到这样的对象 或者呢 他表面功夫跟你做得很好 但内心一肚子坏水 鬼胎一堆 所以呢 里面呢 怀了一大堆鬼胎的人很多 所以呢 有好有坏 我刚才有讲过嘛 因为你的胎税是冲击性很大的 所以呢 可能也会有被骚扰的方式哦 比如说他故意来扰乱你 在职场上面 你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 结果他扰乱你 所以呢 有时候会让你措手不及 那你听起来都不好对不对 但不用担心 你只要呢 安安分分的吃下定心丸 然后呢 冷静的思考 这些就可以过关 没有那么的严重 好不好 只是你会碰到 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那如果说 有一些残局需要收拾的话呢 不要摆烂 绝对不可以摆烂 所以呢 你在某些前期 在开发新的事业的时候呢 非常好 加油一下 可以在本 这个上半年呢 有很好的收成 而且这个收成是很大的 并不是很小 只是你的压力会增加很多 因为呢 事业工里面呢 冲击性 变化性很强 包括你可能会增加人员的开销 因为你必须要把事业扩大 你必须要人员的开销 但是我建议你 稳步的进展就好 不要一下子说 我现在只要 还要再增加三个人 三个人开销 其实你的进展就不够了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可以得到很好的合作伙伴 那只要一个两个就好了 不要太多 那可以计划 可以更上层楼 那对你来讲的话 其实呢 如果你找到一个能够互补你的 是一个 在你的工作上 Keypoint上面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关键点 好不好 所以呢 很容易呢 找到一个不错的贵人 有两个机会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在上半年的贵人运呢 除了这些以外呢 还有呢 可以找到呢 刚才讲过是天蚁贵人 天蚁贵人是什么 女性贵人 女性贵人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你的家长 你的长辈 都是女性 那如果是女性贵人的话呢 因为呢 天蚁贵人的话 跟女性比较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要谈合作的话 跟女性之间呢 不要产生有一些感情的麻烦 否则的话呢 这个贵人会变小人 要特别注意了 对事情稍微能眼盘观一下 他如果是一个能力很好的女性 长辈的女性对你来讲是帮助很大的 当然很怕就是未婚的人 不然间呢 喜欢上对方 这就麻烦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你的财运 财运连着几个月都很好 非常好 但开销也特别大 就每个月要多一笔大的开销出来 可能要几万块的开销啦 或者几十万的开销啦 那当然大公司可能就几百万的开销啦 就不一样啦 因为看你的公司大小嘛 那你自己个人的话也是一样喔 赚的钱会很多 但是呢开销也很大 或许你又在想说 我要买车子啦 或者呢我想买房子啦 甚至呢你想要换电脑啦 或者换部摩托车啦 你就什么都会开始开 开始在想说 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就一大堆的钱想要花出去 所以你在花钱上面 千万不要太大手大脚 另外的话 做投机的话绝对不可以 因为呢你的事业工里面呢 只能稳稳的做 千万不可以投机 什么叫投机呢 做股票啦 或者赌博啦 这些叫做投机 买基金啦 这个对你来讲 都不是一个好事情 尤其是78年是文曲画记的人 文昌画记加文曲画记 千万不可以做饱 不能帮人家随便签字做饱 第二个呢不能随便买股票 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呢 我建议你就是少买 然后呢放长期的 就不要管它涨啊或跌 那我想这样对你来讲可能会好一点 这个红花开庆呢就会白花开 不是白花开庆就能有红花开 这个金灵塔碑文里面讲的嘛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重新整理你的爱情运了 因为呢在今年的爱情运里面呢 人际关系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呢因为你的事业非常忙碌 工作非常的忙碌 又碰到很多的瓶颈要去突破 所以你就没有很多的时间呢 去经营你的感情哦 那在个性上面的话呢 你要找一个跟你个性合得来的人 否则的话呢你会自找麻烦 在爱情运上面呢 你就会自找麻烦 刚才讲过了 你的钱呢虽然赚了很多 但也花得很快 所以呢你可能会用钱来 寄注你的感情 就是说对方要求你就会 好吧这个都答应你 什么要买东西要看电影啦 甚至他要求买包包买皮夹啦 什么你都好 你都全部都答应了 这个爱情就很难平衡 到后面哦你要特别注意哦 所以呢如果你已经找到 一个好的对象 慢慢经营不要急 上半年呢其实 还没有到结婚的程度 你今年如果真的要结婚的话 要到年底年底的时候 才可能有机会 那桃花呢其实蛮不错的 我觉得互相体谅是最重要的 多体谅 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有安全感 或者比较给你幸福的人 男女都一样哦 女性也会给男人幸福啊 对不对 不一定是男人给女人幸福 现在的女孩子呢 其实能力都很好 所以加油一下了 好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健康运 在健康运上面来看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开快车 不要骑摩托车 尤其呢因为有太碎 这个波动性比较强 那所以呢你也可能呢在 工作压力上面有时候会暴饮暴食 特别注意肠胃的问题啦 还有你的肺筋啦 还有说会偏头痛 不会很严重 但是呢总是有点小毛病 让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感觉很好 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呢健康会慢慢亮起红灯哦 要小心好不好 那到时候呢稍微要撑一下 如果真的有比较重的病的话 年纪大的人 特别注意心脏血管疾病 或者呢三高 因为刚好在位置 刚好在心脏的位置 今年会到位置不好的位置 是心脏病 还有呢三高 就血压太高啦 所以你一定要看医生 如果该要坐支架就坐支架好不好 那这个状况呢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不能爬高爬低 比较会跌伤 撞伤 以及呢开车 尤其是骑摩车朋友 要特别小心哦 有意外之灾 那如果你是做那种 比较危险的工作 要上山下海的工作的人呢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跟小心哦 那你的贵人呢 有三个 第一个呢是属马的 第二个属老虎的 第三个呢就是你自己 好不好 其他都不是你的贵人了 属猴的自顾不暇了 啊属猪的太远了 所以呢啊属老鼠呢 好像跟你也不搭嘎 所以基本上来讲话 如果你身旁有几个贵人的话 其实好好的努力一下 那对于家庭方面来看的话呢 是不错的哦 夫妻感情会越来越好 但是只是为小事情 有一些争执跟麻烦 所以呢两夫妻之间呢 特别要特别注意 不要因为钱而起冲突 不要因为钱起冲突 或者因为你太忙碌忽略了 配偶的感受 这个要特别小心一下哦 好那我想呢 今年你还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呃第一个呢父母功很好 兄弟功 姐妹功 仆仪功都还不错 所以呢在你身旁呢 都是出现好的人比较多 黑乙贵人 尤其是女性啦什么 姑姑啦 阿姨啦 妈妈啦 竹母啦 姐妹啦 女同事啦 对你都蛮好的 会让你的老婆吃胃哦 要小心哦 好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哦 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一下小铃铛 祝我们宿舍的朋友呢 在上半年好运加持 拜拜 来吧 ех年 双子 感觉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